大家好,我是小杨,现在正当季价格又便宜的水果就属像这样的柑橘类水果了,酸甜好吃又多汁,在干燥的冬季里用来补水补维C再好不过了。 橘子吃完之后,像这样的橘子皮是不是直接就丢掉了? 实在是太可惜了,橘皮可是一个宝,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。 把橘子皮装进塑料瓶中,一年能省下好几百开支呢,特别的方便又实用,跟着视频一起来学一学吧。 今天花两块钱买了点这个砂糖菊,价格还是挺可以的,不算贵,买回来以后像这样把里面的果肉包下来,像这样的砂糖菊,小小一个而且味道特别的甜,一口一个,以下能够吃上好几个呢。 平时吃橘子,橘子皮不要丢掉,可以一点一点。 攒起来,再来进行废物利用,包好的橘子皮装在一个大碗里。 加一勺盐,适量的温水下手。 把橘子皮洗干净,表皮有一些灰尘杂质,还有一些果辣洗干净,待会我们在这个泡制发酵的过程中不会腐烂,也不会发出臭味,这样子抓几下就可以了。 洗干净捞出来橘子皮洗干净,再用剪刀把橘子皮剪成细细的长条状,像视频中这样就行了。 其实我们在包橘子皮的时候就能够闻到有一股非常清新的气味,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尝过橘子皮的味道呢? 有一丝丝的微辣,还带有点苦涩的味道,这就是橘子皮中所含的芳香精油了。 曾经听别人说过,晕车的时候拿一小块橘子皮放在鼻子前闻一闻,新鲜的味道能够缓解晕车的不适。 还有就是把橘子皮蒸过晒干之后做成陈皮泡茶喝,能够提神消食,拿来炖肉能够去腥解腻。 这样看来橘子皮的用处还是非常多的。 现在所有的橘子皮都剪成细丝了,来进行下一步的操作。 现在准备两个这个矿泉水瓶,或者是用其他的塑料瓶,只要有盖子的密封容器就行。 把橘子丝装进瓶子里面去,一个瓶子里面不用装太多。 大概装到瓶子的三分之一就行了。 再拿出加里面都会有的,这个使用小苏打,小苏打的主要成分是碳酸氢钠,加少许的柠檬酸钠是成碱性的,对去除油污特别的有效。 一个瓶子里加入两勺的,这个小苏打,分量的话大概在三克左右。 接着分别加入10毫升的米醋,米醋一倒进去就和小苏打产生了反应,这些小气泡就是二氧化碳,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清洁剂,然后在瓶子里面加清水,水量的话加到七八分满就可以了。 不用加太满,因为需要浸泡发酵三五天左右,这期间会产生气体,水量太满的话,这瓶子就会胀气爆开,所以我们加水加到八分满就可以了。 再把瓶盖给拧起来,拿起这个瓶子晃一晃,让水橘子醋充分地融合在一起,接着就把这两个矿泉水瓶放到阴凉的地方,避免阳光直射发酵三天。 这个过程中呢,最好是每天把这个瓶盖给拧开,放下里面的气体哦,然后再拧回去,三天后我们再来看看有什么效果。 橘皮苏打水已经发酵了,由三天来看看,颜色变成了这样的金黄色,把瓶盖拧开,没有什么异味,都是有橘子的一股清香味而已。 像这样做好的这个水,到底有什么用呢? 请接着往下看,平时锅碗瓢盆是不是都只用洗洁精来洗呢? 洗洁精比较伤手,用完了洗灼手很干,还会长刀刺,而且一瓶洗洁精用不了多久就用完了,还挺费钱的。 把做好的这个橘子水直接倒在这些碗里面,来看一下,这个碗真的是特别。 特别的油,做成这个橘子,苏打水用手擦一擦,就这样擦上一圈,没有放水,也没有放洗洁精,来看看里面的油渍,脏东西全部都洗干净了,接着把其他的碗也洗一下吧。 刚刚洗过的碗重新放进来,放点热水,用热水把所有的碗搓洗一遍。 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水是没有一点泡泡的,能够证明全程都是没有用洗洁精来洗的哦。 近距离看一下这个碗,洗得干干净净的,一点油污都没有,里里外外都洗得非常干净。 洗完了碗来试一试,这个锅能不能洗,看一下特别的脏,而且还很油。 把这个苏打橘子水倒进去,用这个丝瓜,然后给它刷干净,实在是特别油的情况下,可以倒一点橘子丝用来摩擦。 再用热水清洗干净,现在来看一下这锅是不是特别的干净呢? 一点油污都没有了哦,怎么样橘子皮加上小苏打,和一点白醋都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东西,发酵了三天就能够做成像洗洁精一样的清洁剂。 最重要的是天然安全不刺激,特别的省钱方便又实用。 学会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这个方法哦。 感谢您的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